今天一切都好吗 还是老样子 我在想 要不要试着放慢脚步 才和朋友聊到 好久没有出去走走了 生活在吗 还是要记得好好吃饭 我在想 给自己安排一趟温泉旅行 明天就出发吧 我喜欢北头的低热景观 空气中的硫磺味 泡着四周被山景环绕的汤泉 整个人都放松了 每年春夏 我都会到苏澳泡冷泉 水汁干净清澈 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消暑 对了 我上次也有去港边 喝新鲜的鱼汤 真让人怀念 台湾的海鲜很棒 都有不同料理方式 泡汤丸最期待的 就是享受美食 在地山产的料理 是我的最爱 时间都慢了下来 下雨天 听着自然的声音 我在南投东浦温泉 看着夜空 在棺子里 体验泥浆温泉 好喜欢 说走就走的行程 在最佳的位置 静静地等待 等待美好的感动 沿着北海岸线慢慢抵达 随着太阳升起 看着海岸线的金山汤泉 这是台湾的四季好汤 要不要明天就出发